是不是没有想到 OPPO新一代小泽点这么快就来了咧 没有错 OPPO 5M3 Flip 刚刚就在新加坡发布了 那是因为我是提早拿到的 所以这个影片就拍好了咯 里面一样是那么小 一样是那么Cute 外屏一样是那么多功能 但是不一样的是 人家这次有六大新卖点 我们一起来开箱吧 OPPO的盒子每次开起来就是很有仪式感 它加白色诶 Cuture 良心 手机壳 你看 哪里进了 完全没有 你头发还进过它 真的 第一个新卖点就是 新的Wallpaper 拿到机之后我很显眼 再一直进 各位 要盖啊 它每一次点screen 都会对着我冲出来的 等一下还会换不同的 pattern 那冲着电或者是没有电的情况下 是会跳绳的 有一种比我还要努力的感觉 然后还有狗啊 老虎啊 反正这次OPPO 5M3 Flip 它新增加了 一共8个新的动物Wallpaper 比上一代OPPO很多 也更可爱 动画也是更加细利了啦 当然啦 如果你不要 你是可以自己上网找 可爱的图放上去啦 然后吼 它第三方主题也是多了很多啦 真的很多 是不是很美 很多 pattern 我真心觉得OPPO 真的是完全抓住了 上天女孩子的心 一天换一个 换一个月 这样又换完 第二点 外屏新功能 老实讲咧 其实上一代 5M2 Flip出来的时候啦 我就已经觉得 它这个外屏是很好用了的 拍照 拍video reply vchat 玩tiktok等等 全部直接在外屏 settle就可以了 你们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啦 那来的新一代咧 还有更实用的 lock screen小主件 它咧就很像 iPhone的widget一样哦 你就选你喜欢的功能 你缩小 放去主页 你就不用一个一个开app了 那 你可以直接看到不速 天气 或者是点一下快速录音等等 而且它现在还做了这个应用中心啊 你可以一次过看完十多个apps 就很方便你不用滑到半死 那最好的地方咧 是外屏开什么apps 里面一打开 直接就可以继续 无缝连接那一种 然后我还发现哦 5M3 Flip它做了一个 always on display 但是它不是一个真正的always on 它只是弄按屏幕啦 可是重要信息 比如时间 日期这些都是看得到的 就比较省电咯 但是又不会完全KK 第三 三个镜头 这么小的一个手机 它竟然敢敢给我塞三个镜头进去 它应该就是唯一一个 有三个镜头的小折叠了 全部塞在这个圆圆里面 1 2 3 In case你们忘记哦 其实上一代5M2 Flip 它是做两个眼睛这样子在这边 那为什么 然后这代变成一粒大眼睛呢 等我一拿出我的5MX6 怎么都明白塞了 因为它们要做一样哦 同样都是黑色blad 其实Flip是想要追上5MX6 Pro的 但是我个人叻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设计啊 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忌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上一代的 但是我想想 三个镜头哦 又不可能这样的Doremi 排在这样子 又很密集恐惧症 所以就 Anyway 反正现在拍照叻 就多了一颗两倍人像镜头啦 两倍人像可以做到怎样叻 就很好看啊 尤其是面部和光影处理 很自然哦 色彩还原也是很舒服 再加上美颜和不需要脚架 自己adjust角度的设定 哪一个女孩子你跟我讲 可以拒绝 不拍人的话叻 拍东西出来效果也是很美的 那光影部分真的好好看啊 感觉有一点 随上OPPO 5X6 Pro的 feel 第四 性能 那Five Entry Flip 还用的是一颗天玑9200处理器 这颗处理器简单来讲叻 就是正常使用需求都OK 那日常基本叻 它是不太会卡 Mobile Legend这些游戏 也是可以应付得来 那对于一台小折叠来讲叻 我觉得打Game不是很重要 续航比较重要 4300mAh加44包快充 那像我是没有打Game的嘛 就拍照和刷各种social media罢了 满店出门基本可以用一天啦 第五 其余小改变 不懂你们有没有留意到 它的旁边这个Silent Button变了 经典的三段式经营键 It's back 你推一下 响铃 震动 静影 这个手感真的很熟悉 还有折痕方面呢 其实还是跟上一代差不多 你不留意基本没什么察觉 特定角度才看到的那一种啦 第六 新颜色 人家这一次哦 不出紫色了啦 因为紫色哦 已经比它玩到淋漓精致了 上一代的紫色哦 则是人称最美的紫 现在他们出一个最美的精力 我这个虽然叫做Go Color 老实讲 正绩看 真的一点都不够啊 完全不金色的 它反而有一点 奶油奶油色 这样子很温柔很高级 光线下去动来动去 是会看到明显的水波纹里的 我自己是很喜欢啦 它折起来的地方哦 也是一样有水波纹 好看的 另外呢 其实还有粉红色跟黑色 粉色有一点像草莓牛奶的那一种粉 黑色就夹杂着灰 黑灰黑灰 其实也OK啦 好了六大卖点 我们就已经讲完了啦 马上我们总结一下 其实我觉得小折叠这个东西 它很两面 因为喜欢的人就会很喜欢 不喜欢的人哦 他就会讲它是美丽小废物 但是我个人觉得 小折叠在近一两年里面 越触越使用 很多apps都可以直接在外屏使用了 本来 内屏是主 外屏是负吗 但是因为它的功能越来越多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打开内屏 去做这些东西之后哦 内屏跟外屏的使用率 已经变成了平等 5050 比如像是拍照这种东西哦 我们用外屏排啦 本来它就已经是 构图啊 画面的都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5M3 Flip哦 它就加了一颗两倍人像镜头 这样子有不同讲了我 我自己小小分享一下啦 OPPO小折叠 曾经是以最大外屏的 小折叠而出名的 因为它在大家刚刚出的时候 它的外屏是最大的 但是也随着越来越多 品牌的小折叠的外屏 越做越大 比如说像Samsung Z Flip 变大了咯 Revo的X Flip也变大了咯 可是5M3 Flip它没有变大 它维持一样的大小 反而它把那个重心 放在了镜头那边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 它在大家多做横平的时候 它依然保持竖屏 因为这个竖屏其实 在小折叠里面是特别好用的 比如我们刷TikTok啊 Facebook啊 小红薯的时候 我们都是习惯打直这样子刷的 但我们打汗的时候 其实是很突兀的 所以哦 它被喜欢是有咖的原因的哦 好了今天我们的快速开箱就到这边 吃点哦 我专门拍一集哦 吃着它这三颗Hazer Blood 仁像镜头 因为好像很厉害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